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线说,大家好,我是球老师,在正文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谢谢大家。 勇士惨败魔术,迪文勤作家兰姆男救主,普尔加维金斯狂铁,一哥没勇。 北京时间1月8号勇士和魔术的比赛,这场比赛库里和汤普森全部都不在,造成他们在进攻端非常匮乏,而且防守端勇士也无法顶住,这也让勇士攻守两端全部崩盘。 后三节逐渐被魔术占据优势,就此101比115惨败给了对面,而这场比赛,多位球员的发挥都不是很好,特别是对于普尔来说,他在攻守两端全部都崩盘了,在进攻端普尔依然保持低迷,全场17中午,这样的命中率还是无法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而且突破靠挡拆,依赖第一步,用球没节奏,出手选择差,这一切都是让人绝望的。 甚至在防守端,谁突他都是一步过,他是一个都防不了。 除此之外,维金斯付出的第一场,但他在这场比赛的状态完全不行,毕竟维金斯是没有任何带队能力的,他差不多就是一个体系球员,全场比赛12中4,根本无法帮助球队。 伊格达拉这场比赛还获得了上场机会,科尔可能是想找个弱队让伊格达拉打打,然而伊格达拉在球场上,基本是4打5,还不如培养鲍德文,现在来看,伊格达拉已经没有可用的东西了。 全场比赛11分中0分,而且还有两个失误和一个犯规,他确实难以证明自己了。 当然在这场比赛,两大球员的发挥还是可以的。 第一个是迪文秦佐,莫杰他一个人连续命中3分,帮助球队紧咬比分。 全场比赛迪文秦佐3分11中5,砍下了15加8加3的数据,他在紧可能帮助球队。 还有就是兰姆,全场比赛20中9,砍下了26加8加4的数据,只是在3分6中5的情况下,他连续投了8个都没有进,下半场只有4分,还是因为对面对其进行针对性防守。 特别是瓦格纳单防他的时候,兰姆很难打出价值,也没有办法,兰姆并不是核心,他需要一个强点给他牵制。 狂野西部真疯狂,胡仁武连胜坐收大礼,勇士又躺进前六,库里复出。 NBA联盟每个赛季都会有年轻阵容超级崛起,同时也会有超级冲冠强队跌下神坛。 等赛季,堤狐队,骑士队和国王队相继超级崛起,同时,快船队和太阳队这两支超级冲冠强队则开始走下神坛。 狂野的西部联盟有多疯狂,每每发布数据统计,太阳队最近十场比赛,一胜九负,从西部第一,一路下跌,跌到如今不足50%胜率。 而且,如果德文布克再不复出,太阳队即将要跌出附加赛的排名前十,狂野西部真疯狂,胡人五连胜坐收大礼,勇士又躺进前六,库里复出。 洛杉矶胡人队算是西部联盟为数不多一直保持连胜的球队,由于施罗德和布莱恩特等人疯狂爆发,超级崛起,胡人队最近连战连结,战绩一路飙升,蒸蒸日上。 即使在农眉哥加朗尼沃克加里夫斯等人伤缺的情况下,詹姆斯加威少加布莱恩特加施罗德帅队击败了国王队,老鹰队,幼火队,黄蜂队等球队,取得这一波五连胜,胡人队五连胜再收一份大礼,绝世队遭遇二连败。 最近八场比赛,绝世队一胜七复,从西部第五,跌到了西部第十二名,胡人队战绩已经反超了绝世队,升到了西部第十一名。 而且,洛杉矶胡人队现在距离西部前十,只有一步之遥,胡人队十九胜二十一复的战绩,西部第十一名,但胡人队和西部第六名只差一个胜场这之间六支球队居然只有一个胜场差距。 只要接下来胡人队再赢一场比赛,或者西部第八到第十太阳队,森林狼队和绝世队输一场比赛,胡人队就能反超这三支球队,重返西部前十,非常刺激,非常有意思。 现在,全联盟的NBA专家和记者,都逐渐开始看好胡人队重新打进季后赛了。 勇士队最接二连败,但是他们的战绩排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升了,因为快船队六连败, 太阳队六连败和开拓折队三连败疯狂输球。勇士队又重新躺进了西部第六名,勇士队二十是二十负的战绩,胜率百分之五十,刚好排名西部第六。 如果接下来,勇士队能够赢球,他们就能守住西部前六的席位。 勇士队接下来要打太阳队、马刺队、公牛队和奇才队都有机会获胜。 而且,库里已经确定要在14日的比赛之中复出勇士打马刺。 现在维京四已经回归,等库里复出,勇士队肯定能力扭转局面,重新崛起。 快船队此前排名西部第四,最近惨遭一波六连败,从西部第四跌到西部第七,这还算好了。 太阳队更惨,从西部第一跌到西部第八,马上就要跌出附加赛的范围了。 每媒发布数据统计,等赛季,德文布克出战的比赛。 太阳战绩18胜11负,德文布克缺席的时候,太阳的战绩2胜10负,没有德文布克,包罗加爱顿加布里奇斯根本带队赢不了球。 没有德文布克的太阳队,就是一支弱旅,俯冲状元签的云南弱旅。 每媒NBA记者报道,洛杉矶快船队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 伦纳德此前一位轮胸,卡交组合一直打打停停,这影响了快船队的团结氛围。 而且,快船队遭遇六连败,这是伦纳德和保罗乔治联手之后,遭遇过的最长连败。 快船队想要走出困境,伦纳德和保罗乔治必须要率队赢球。 而且,快船队主教练泰伦卢也一直被球迷们质疑,说不定,泰伦卢也要下课了。 伦纳德受伤复出之后,他好像一直难以重返巅峰,虽然也打出过30架的数据表现,但是伦纳德的关键时刻攻坚能力下滑了许多。 最明显的例子,打老鹰队,伦纳德最后关键时刻很明显不行了,中头杀不了人,无法制胜,导致输球。 库里受伤之前,勇士队只排在西部第十位,排名无法让球迷满意。 当库里银商无法登场,勇士队反倒是取得了一波连胜,排名甚至来到第六位了。 我们刚认为勇士队在主场不可战胜的时候,他们又遭遇两连败,这两场失利非常可惜。 面对的是魔术队和活赛队,他们的实力并不强,正常情况应该能够战胜他们。 结果勇士队被暴冷了,如果有这两场胜利的话,勇士队排名会更有利一些,可惜他们没有抓住机会。 虽然威金斯付出了,但是汤普森佐西森痛无法登场,勇士队近期很难派出最强阵容,缺少汤普森这名核心球员,对勇士队的进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魔术队的阵容也不起整,有多名重要轮换球员缺席比赛。 本场比赛,勇士队派出的先发球员是普尔、威金斯、格林、迪温琴佐和鲁尼。 魔术队派出的先发球员是班切罗、瓦格纳、卡特、富尔茨和哈里斯。 虽然没有明星级别的球员,但是这些球员具备两个特点。 一是非常年轻,第二个是都有身体天赋,他们的顺位都非常高,所以这是一支具有冲击力的球队。 别看表现不稳定,却又战胜强队的潜力。 魔术队115比101战胜勇士队,本场比赛一共出现5次评分。 魔术队最多是领先18分,勇士队最多是领先7分,比赛结束后的分差为14分。 第一节双方分差只有一分,魔术队处在落后位置,第二节魔术队得到34分。 他们在上半场结束后实现反超,领先优势为3分。 虽然下半场魔术队的得分不算多,但勇士队的进攻表现更糟糕,刚刚付出的维金斯有上场时间限制,并且进攻欲望不高。 普尔的投篮命中率又非常低,浪费了大部分投篮。 这两名球员一共才得到33分,还好篮幕占了出来,他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这才让比赛悬念延续更久一些。 普尔17投5中得到21分4篮板6助攻,威金斯12投4中得到12分3篮板2助攻,蓝幕20投9中得到26分8篮板4助攻,迪温琴佐12投5中得到15分8篮板3助攻。 比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格林就回到更衣室了,很显然他很不满意。 那么问题来了,普尔会不会成为被指责的球员呢? 普尔的投篮命中率不高,并且还有四次失误,甚至还有投篮三不战的情况。 对于一名投手,这是低级失误,不说他两句确实也说不过去了,希望伊格达拉能够代替格林,好好给普尔上一堂课。 之前比赛勇士队的替补席非常活跃,没有登场的库里笑容满面,他擅长带动气氛,而今天没有球员面带笑容,汤普森更是不高兴,如果他能够登场的话,比赛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赛后科尔接受采访,他表示汤普森是在热身的时候感到膝盖酸痛,为了安全起见,教练组决定不让汤普森登场,不过科尔也表示,汤普森的问题并不大,膝盖酸痛不会长期影响他。 勇士队下场比赛的对手是太阳队,这场比赛对这两支球队来说都很重要,他们已经没有输球余地了,为了继后赛资格,这场必须全力争胜才行。 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咱们下期再见。